我是吴信宇 本期的长行讲座呢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有关打入的一些变化 本期讲座的这个打入呢 是和这个中国流呢 有一些关系 中国流布局是 非常这个 常见的下方 所以以后呢 就是说呢 白旗挂过来 黑旗当官守住 这个拆啊 看白旗这边还是有两个子的 这个拆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变化 也就是说呢 在形成中国流以后 黑旗当官守脚 这个是很常见的下方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形状 白旗有没有办法来深入 这个呢 是我们本期呢 主要研究的地方 就是说 白旗在这里 能否打入进来 这个呢 跟这个整个形式的判断 以及整个这个 你对这个黑旗的目数的判断 都有一定的很大的关系 类似于这样的形状呢 也有可能是这样 先下一个 中国流以后 先下一个迷你中国流以后呢 再守住脚 在这个方向 有可能 有白旗 甚至于有白旗都逼入了 这个打入 反正呢 反正呢 这个类型呢 就有点相似 那么我们还看着看这个基本形状 而在这边呢 一般也有可能呢 白旗抢占到 抢占到这个 这都是很普通的下方 我们先不管这边的 那么就是说 对于中国流啊 像黑旗当官以后 拆在这个 拆上这个位置 白旗这个打入 能否 怎么样 嗯 其实可以说呢 这个打入啊 白旗这个打入呢 还是非常有利的啊 非常有利 即使在这周边啊 没有这个 白旗子力的资源啊 没有这个 白旗资源的话呢 那么这个打入 依然 依然呢 是成立的 那么对于这个打入啊 以下有些什么变化 我们呢 进来 进来 研究一下 这两个子啊 不管它在哪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行 总之一点呢 肯定是呢 来旗应该 先有子啊 先有子 不然的话 这个地方被 黑旗拆过来 价值明显 大于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 暂时百分之 那么呢 接下来 黑旗如何应对啊 这个打入 黑旗 当然 最强的下方啊 最凶的下方呢 就是说 是 靠住啊 你打入进来 我当然想 一下子压住啊 把你吃掉 当然呢 这个旗要想吃掉白旗 这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 白旗接下来呢 就长 对于黑旗啊 白旗就可以长就 黑旗 手脚 现在是明显不行 手脚明显不行 白旗一冲 一打车 可以说呢 这个就是 扬长而去啊 这个黑旗拿白旗 没有任何办法 那么 当白旗 长的时候 当白旗 长的时候 这个黑旗 顶 顶 顶住这边 这个下方呢 也不好 白旗呢 可以从这边吃出来 白旗可以冲 冲完以后 打吃 吃出来 这个就是说呢 可以直接 刮吃下去 即使没有这个指帮忙 这个 白旗这个形状呢 也是成立的 黑旗跑啊 黑旗滚打 这个 只不过是走后外面啊 不是白旗活脚 活得太大 黑旗不行 黑旗肯定是要跑的 打吃的时候 黑旗跑 那么 白旗就吃 这样呢 即使 通过啊 弃掉这三个指 白旗啊 能够把 这个黑脚打穿 白旗呢 也是 获利不小 获利不小 以后这个外面 还有一些利用 还有一些利用 当然如果像刚才这样 有这个指的话 那么白旗就可以 直接就可以挡下去 白旗直接挡下去 这个呢 黑旗呢 不行 这个黑旗不行 就是说黑旗如果顶 被白旗充斥出来挖打 黑旗就不行 那么白旗长的时候呢 黑旗呢 剩下的也就是只有退 最强的下方的也就是只有退 对此呢 白旗呢 还是要小心一点 白旗在这个地方呢 做活 说呢 最好的方法呢 应该是呢 就是什么 大匪 大匪 小飞 不好啊 小飞这个眼位空间不足啊 这个被黑旗靠住以后 这个眼位啊 这个空间不太足 间隔肯定不能活啊 即使能拖 就算能拖 这个拖完以后啊 做活呢 局部 做活呢 也非常委屈啊 也非常委屈 这个可以挖 虽然可以做活 但是当对方冲的时候 呃 排除外面的原因呢 局部只能是 走这个 当然你现在是可以张 利用这个冲 当时呢 黑旗有很多借用 这个呢 小飞做活呢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这个局部呢 非常危险 那么呢 这个大飞做活呢 是比较好的 这个空间比较大 这个地方 虽然啊 黑旗 有靠 吃两个子的手段 但是呢 这个没有用 那么你白旗 就把它打拔就行啊 打拔就行 这个里面 你要吃这个 这个外面 留有这个冲的时候 你黑旗 即使冲啊 即使冲 白旗挡 黑旗断这个啊 白旗呢 还是可以靠这个户 靠这个户 这个黑旗呢 也不行 就是黑旗在这个里面 没有什么办法 那么黑旗 你如果再靠 来缩小这个 白旗 炎位的话呢 白旗呢 可以 这个时候 大家要记住 对于这种旗 不要轻易的去数顶 数顶 这个被人家打住 这个下法太疏 以后张还是先少 当退一个呢 也稍微呢 有些 有些 有一些 那么 黑旗退 黑旗退 这个时候呢 白旗 在依靠 这个外面的毛病 拖一个 这个也是 就是说呢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其实白旗呢 这个时候呢 应该呢 是 先拖一下 问一下黑的硬实 再决定 这边的下法 比较好一些 这个时候 由于黑旗 这个外面 不够厚 它现在是不能够 这个 这里明显有个冲断 它是不能够呢 强行搬进来 杀白旗 所以呢 这个旗 白旗 能够先手 脱退以后呢 再在这里 做活呢 是比较好的 这个做活的时候呢 也可以采取这个贴的手段 当然呢 嗯 你只在解明点 退一个 啊 再做活 也是没有问题 啊 也是没有问题 甚至于贴着活都可以 好 那么 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呢 白旗啊 大飞以后 这个做活呢 问题不大 另外 还有一种走法呢 就是跳点 这个跳点呢 但是不如大飞好 跳点的时候呢 黑旗呢 不会老了 就是这个街上 它会呢 直接挡住 直接挡住 这个地方呢 呃 白旗展示外围呢 没有什么冲击手段 啊 如果你再搬 黑旗展住呢 那么这两手呢 交换呢 这个 白旗啊 就变成了一个输手 啊 一个输手 呃 这个旗呢 可以看出来呢 面对黑旗压 啊 面对黑旗的压 白旗 就冷静的啊 退一手 做活 问题不大 啊 问题不大 可惜 打也不行 船也不行 顶也 白旗也不怕 啊 它沾上了 那你就 直接顶着 做活就可以了 这个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图 啊 这个也比较简单 那么黑旗压的变化呢 我们呢 就是说呢 呃 看完了 啊 那么 我们接下来呢 看一看 黑旗另一种 比较凶的下法 就是尖一个 就尖一个 尖一个的下法呢 呃 也是啊 想把白旗 这个 压缩在里面 压缩在里面呢 呃 就说呢 让白旗啊 想杀白旗 但是呢 白旗面对黑旗间呢 白旗呢 也可以啊 轻松应对 但是呢 呃 怎么活 这个次序呢 还是需要注意 啊 这些 如果先急急慢慢去冲 这个就 不是太好 肯定要搬 然后再急急慢慢脱退 先急急慢慢做活 啊 这个呢 不是很离 很舒服 脱退 虽然是先手 那么黑旗就不住 啊 那么等你都 走中了啊 都把这些交换 走掉以后 走中了以后 当你再来点这个的时候呢 那么黑旗就会挡下来 啊 让你活脚 让你活脚 那么这些外面这些交换 都会非常的受 而如果 你不能转换 只能飞着 飞的话呢 这个活脚就非常的委屈 啊 活脚非常的委屈 那么呢 黑旗就上古一个 这个白旗呢 只能并 只能并 靠着这个弯的先手 虽然可以做活呢 但是这个活着呢 就是相对呢 不能令人满意 这个比较委屈 它退一个也是先手 你还得呢 在这里 这个底下 那么相对来说 比较委屈的作用 比较委屈的作用 这个白旗呢 不能满意 那么 白旗这个啊 正确的次序呢 是先点一个 先点 先点这个 这个时候 如果黑旗在挡这边 如果黑旗在挡这边 那么呢 白旗可以 与黑旗转换 北冲 黑旗挡住 白旗在拐 就做活 这样呢 由于外面没有损失啊 现在弃掉这个字 白旗不可惜 黑旗呢 接手 白旗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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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旗搬 白旗呢 就做活 就做活 这样呢 这个结果呢 白旗呢 也算是比较成功的 掏掉了黑角 这个只需要使 但是把这个控破了 这个呢 白旗可以接受 主要是因为呢 这个外面 马上就残留一个断点 这个断还是比较厉害的 比较厉害的 残留这个 这么一个断点 因为你不走这个 马上黑旗 白旗就加 你不能立 一立这一段 这个黑旗已经无法收拾了 如果你退让呢 这个度 这个木数 还是非常大 以后这个还是有冲断的味道 所以说呢 由于白旗啊 本身又活了 还给黑旗留下了一个 比较很严厉的这个断点 这个旗呢 黑旗 白旗呢 就是说呢 还是不错的 黑旗呢 就是说呢 依然呢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所以 当你现在点的时候 黑旗呢 它呢 不能冲这个 不能冲呢 那么它呢 接上 接上 然后啊 然后呢 白旗在爬这个 在爬这个 由此这个 交 交换到这个以后呢 白旗再爬回来 这里下大家可以看出 这个眼味啊 也就逐渐的 丰富起来 逐渐的丰富起来 黑旗啊 接下来 如果长 这个白旗就 爬进来 这个脚活得非常的大 这个黑旗呢 不是太满 那么黑旗呢 接下来呢 也只有 拐住 拐住 抢占三三的这个要点啊 这个也是眼味的要点 目数呢 也非常大 那么 那么 白旗 白旗冲 白旗这时候再冲啊 这个是 好的这个时机 这时候冲啊 再退 再拖 这个依然呢 都是先手 黑旗搬完以后 白旗就退 这时候黑旗呢 依然呢 要补这个外面 断点 黑旗呢 依然要在外面补一手 然后白旗呢 再护 这样呢 这个白旗呢 其实呢 可以比较 可以是 也是说 比较轻松的 在这里面呢 做活了 大家注意呢 接下来 黑旗这个斑章 是后手 黑旗这个斑章是后手 因为白旗 白旗即使不走了 也没关系 这个斑章是后手 而黑旗顶呢 这个不太肯 这个白旗呢 比白旗斑章交换呢 黑旗木数呢 有点数 所以呢 白旗呢 活了以后呢 黑旗没有什么利用 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用 这个呢 所以白旗活得呢 还算比较舒服 这个结果呢 可以说呢 是这个 双方 黑旗尖以后 双方一个正常变化 双方一个正常变化 黑旗 虽然呢 走得比较凶 但是呢 白旗呢 依然可以 很轻松的 在里面做活 达到呢 当初 打入的时候呢 破掉黑旗的这个 控的目的 而黑旗走后外面呢 第一呢 把这边 可能把这边 一大的失控守住了 这里走后以后呢 看看 以后对这两个子 有没有好的手段 总的这个结果来说呢 你认为呢 还是这个 白旗啊 不错 还是这个白旗不错 毕竟白旗 把黑的控啊 全破掉 那么过程中 白旗 点的时候 白旗点的时候 黑旗 如果直接挡这个啊 如果直接挡这个呢 那么白旗啊 依然 可以呢 爬回来 白旗依然爬回来 就可以 依然可以爬回来 当然你先冲 也可以了 就是说 我们就白旗就把它裂回来 这没什么好怕 黑旗 如果沾上 当然就还原了 是吧 黑旗如果采取最凶的 这个 这个长啊 强行封住白旗呢 这个旗 是明显过分啊 自己这个外 外面的这个毛病啊 非常的多啊 白旗呢 可以说是有 很多种下法 有很多种下法 嗯 第一 白旗就算冲 都冲的 把这个黑旗的断点 都给它冲出来 然后再一沾 这个黑旗外面这个 各种各样的断点 实在是太多了 黑旗如果补 那么本身这个断点 很多 很麻烦 很麻烦 那么白旗接下来呢 就算不追究黑旗的责任 白旗这个脱退 也可以轻松做 也可以轻松做 这个是白旗不用怕 这里可以轻松做 当然了 如果你想更积极一点 找黑旗的毛病呢 也没有问题 找黑旗的毛病呢 也没有问题 我们看看 那么白旗可以先斑 这个黑旗只有打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白旗再冲 黑旗再冲 黑旗呢 必须打一个 白旗再断 这个黑旗自身 很麻烦 很麻烦 这里也不能随便打 这个地方小心冲了 这个一段打 吃掉两个 如果这一张 白旗再一张 这个先不说 黑旗啊 能否吃掉这个白旗 自身 都有毛病 吃那毛病 所以这个呢 黑旗啊 挡了以后 再长啊 这个下法呢 过强了 只是毛病太多呢 不能成立 不能成立 那么呢 通过以上的这个变化 通过以上的变化呢 我们呢 也可以看出来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当白旗打入以后 黑旗不管是压 还是尖 白旗呢 都有这个 比较轻松啊 或者说 都有应对方法 能够呢 轻松的做活 那么 既然白旗能够 轻松的做活啊 在黑空里做活 那么黑旗的思路呢 就需要改一改 先改一改 白旗都能做活的话 那么 这黑旗 也就说明了一点啊 那么当白旗打入的时候 那我黑旗这里呢 也就已经不是空了 也就已经不是空了 想通了这一点 那么黑旗呢 这下法 其实也就是说呢 明白 那就是 当白旗打入的时候呢 我不用急着去 压着飞要吃它 因为吃不着 那么呢 我可以改为比较灵活一点的 策略 就是说 既然我已经不是空了 那么我呢 就接着 放长线 钓大鱼 我先把这个 扎个钉 一个是把脚 守住 让你这个白旗逃跑 让你白旗逃跑 这个呢 也不失为一种 明智的选择 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这个下法就是说呢 让你 我自己先把根扎稳 让你白旗开始跑 如果你不管怎么跑啊 我先 硬住 把我 这个两边的空都 都守牢了 你实际上要是单光 这个跑回去呢 也就算了 因为我这里本来也不是空 我把剩下这两块都结结实实守住了 这个呢黑旗 也是可以接受的 它也可以接受 当然这里黑旗还有这个 要守这个脚呢 也有跳的这个 这个守法 这个守法呢 从这里局部募述的好一点 唯一不好的之处呢 就是白旗逃跑这里 点呢 有点先手味道 有点先手味道 这个呢 意思呢 是大同小异的 这个就是黑旗 我认为这个 对你 拿不住你呢 我就把你放出去 放出去 我留待以后呢 找机会呢 再来攻击你 先把我自身的空给守住 因为这个守住呢 还是非常大 守住还是非常大 因为你这个不走 万一被白旗一点进来 这个木树一下子 这个你再守 就本身也守不住了 第二个呢 被白旗一点进来以后呢 就是说呢 白旗在这一带 可以呢 就是说 做出一些 播出一些眼味来 所以不但是关系到这个眼味 不但关系到木树的问题 更加关系到白旗眼味的问题 所以呢 守一个呢 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呢 不管你是跳还是尖 那我就老老实实 老老实实守住我的两块 剩下的两块 这个和这个的空 让你当关联回去 算了 毕竟呢 你白旗呢 也花了一手棋 也花了一手棋 当然 根据局面的情况啊 仍然这样的情况呢 就套回去算了 根据局面的情况 如果我黑旗外面比较厚 能够攻击 能够攻击 有力的话呢 也可以采取 就是说呢 稍微积极一点跳 那就是肩顶 这个肩顶看起来呢 虽然熟一点 熟一点 但是呢 它的速度呢 肯定是比 比扎个钉 跳一个 也快得多 白旗呢 当然也只有长 也只有长 黑旗呢 就可以跳 可以跳 这样呢 黑旗呢 完全是一个 就是说呢 采取主动 进攻的方法 但是这个肩顶的 本身的这个梦术 是比较顺的 梦术 本身的里面味道 以后有这个怪典的味道 这个味道呢 本身不能说特别好 第二个 即使以后被白旗 另一个收官 这个黑旗呢 你要再守 怎么再守呢 这个跟跳的木术呢 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对白旗外面啊 这个会多几个子 跟这边的木术呢 会有一些关系 这个呢 是大家走的时候呢 需要考虑的 至于肩顶的跳啊 这个旗 肯定呢 是你认为啊 对白旗这两个子 能够产生 很强的攻击力 因为黑旗这个出头的速度 相对快 特别是在外面啊 或者说是 白旗还有不安定的因素 或者有一些借用 黑旗可以借用的话呢 这个攻击呢 也可以说呢 是非常厉害的 毕竟白旗 第一 被顶起来以后啊 白旗走得呢 相对呢 比较重了 比较重了 第二呢 就是说呢 白旗的眼位呢 非常的缺乏 非常的缺乏 这个呢 也是黑旗可以考虑的 在其他的某些这个对比中呢 黑旗呢 还出现过一些这个有趣的下方 呃 在这呢 由于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这个必然性 我们只是呢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当白旗打入的时候 我黑旗啊 不知道什么攻击你啊 不知道怎么攻击你啊 但是吃了我也吃不住 他呢 有时候呢 可以啊 采取这些 靠啊 这个靠来呢 呃 根据你这个白旗这边的应对 啊 应对 从而来过来 再决定 我的下方 如果你就是老老实实退一个 那我说不定就便宜了一些 那我就可以考虑啊 这个就已经先手 你这个相比 我就先手白白的压倒了一下啊 这个呢 也是有的 如果你在这里跟我激烈作战啊 应对的话呢 那么以后 我这里再多出几个子 就有可能呢 来强杀 这个白旗 总之呢 这也是一个 非常啊 有意思的这个 呃 构思 大家呢 呃 有时候 也可以呢 就是说呢 呃 借用一下 学习一下 怎么来说 啊 我们就这个 基本常行而言 那个白旗打入后 黑旗啊 不要充满的 急急忙忙的啊 去压住 或者是监住啊 急忙的就去杀这个白旗 因为呢 要杀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应该的多考虑一些 这个啊 放 就是 稳守自己 等待机会 再来攻击这个白旗的下方啊 当然呢 也要根据具体的选择 还是要根据这个 全局的情况 广化而已 好 本期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呃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